陆锋虽然现在被所有人怀疑 但他也是幽灵的一员 跟爱人花项羽和兄弟霍飞是自己人 但由于他接受了闪光的特殊任务 用全新的身份打入到特密组 所以只有闪光知道陆锋的真正身份 花项羽跟陆锋在游轮上一见钟情 在之后的暗杀行动中 多次被陆锋救于危难之中 先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花项羽莫名地信任了他 因为花项羽看到陆锋内心是正直的 有着一腔的爱国之情 对彼此有好感的两人 就这样陷入了爱河 霍飞作为花项羽的搭档 也是陆锋孤儿院的好兄弟 没想到两人爱上了同一个女人 霍飞知道花项羽喜欢的是陆锋 所以最终选择守护两人 陆锋完成任务 失去了利用价值 被闪光抛去遭遇军统的追杀 花项羽也被闪光抓起来严刑拷打 让他说出陆锋可能的藏身地点 花项羽就算死也不会出卖爱人 他的意志非常坚定 被用尽各种刑法血肉模糊 始终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看着喜欢的女人被折磨成这样 霍飞的心都在滴血 他决定自己当坏人 为了救下花项羽投靠了沈笑 并发誓一定亲自首任陆锋 假装叛变的霍飞 跟陆锋里应外合 就走了花项羽 掩护两人逃走 他却中枪牺牲了 霍飞的结局确实令人遗憾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评论转发关注下期见